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两个母亲和老虎 有两个母亲一同带着孩子到山里砍柴 砍着砍着,一只老虎从树林里窜出来 扑到他们的面前 胡大王,第一个母亲浑身颤抖 扑得一声跪下了 求求你饶了我这孩子吧,要吃吃我 说完,砍刀陡落在地上 孩子吓得躲到了他的身后 让我先吃细皮白肉的,你一旁去等着 哼,都逃不出我的嘴巴 老虎啊呜啊呜几口就把孩子吃掉了 老虎一转身,扑到第二个母亲面前 张牙舞爪,正要吃第二个孩子 那母亲早已举起砍刀 狠狠地向他迎头劈去 老虎吃了一刀,滴着血逃走了 嫂子,咱们回去 第二个母亲扶起了哭哭啼啼的同伴 两个母亲一起回到了村里 但是,第二个母亲和儿子双双上山去 双双回家来 第一个呢,双双上山去 却一个人哭着回来 安 si,三个子双双双双 Neptune 透露纸细祝 吾咱们赀抓住 研磨 vin